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oyce会和我们分享她怎样去经营这段婚姻 还有怎样藉着做婚戒去传福音 在2000年的时候 我就刚刚在加拿大读完书毕业回来香港 就找工作 机缘巧合就入了一间珠宝公司 在珠宝公司里面做Sales & Marketing的岗位 当时我的同事坐在我前面 他就是负责做设计和製作 在公司里认识了 我开始发觉他有些追求我的迹象 因为他时不时会买早餐给我吃 又会买我很喜欢的饮料放在我的桌上 又会送一些零食给我吃 但是由于当时我先生是未信主的 他是一个归依了的藏传佛教徒 但是因为我自小都要信耶稣 中学时代就开始回教会 所以我一直以来人生里面的目标 要认识的另一半是必须要是基督徒 这是我的宗旨 所以仲然我都觉得这个男生挺好 但是由于他未信主 我就没有接受他的追求 我就很清楚地跟他说 我说我是需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另一半 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所以我们是不可以一起的 当时他就很困惑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不明白为什么信仰是要成为一个关系的基石 他不明白 他就说 你说到你那个神那么厉害 我又去认识一下你的神 所以他就跟当时一些中学同学去回教会 去一下崇拜聚会去认识神 当时我也正在回教会 我正在回小组 亦都跟我小组的夫妇去分享这件事 刚刚那段时间 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歌手叫蘇如虹 蘇如虹就举办了一个福音音乐报道会 当时我当时的祖长夫妇邀请我 就说不如你邀请他去这个报道会 我说好了 因为当时他在追我 我约他去哪里都可以 他就跟了我去福音的报道会 不知道为什么 蘇如虹的生命见证很触动他 他也觉得应该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 于是他就在那个音乐报道会里 厥自信主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 当时的情况是 蘇如虹就呼召 他就站了起床 当时他站了起床 我就问他 我说喂 你坚定留的 现在是信耶稣 不是玩的 然后他就说 他就回答了我一句说话 他说 我觉得我现在不信 我等什么时候呢 他就不停哭 不停哭 他就走了出去台前面 因为呼召嘛 就走了去台前面 他就公开承认他是信耶稣 他信完主之后的日子 就拿了以前信拜偶像 龟衣 佛教那些所有物件 拿出来 就消灭了 就跟我们的祖长 传道人 全部撕毁了他 扔了他 然后我确认了他是信耶稣之后 我们就开始拍拖了 他也开始跟我回教会了 然后就一路拍拖 又一路在教会成长 拍拖了两三年之后 我们就决定要进入人生 另一个心理程 就是结婚了 我们就在众人的祝福下 在教堂里结婚了 我觉得最大的 幸福美满婚姻最大的秘诀 是有耶稣在中间 要有耶稣在中间 如果没有耶稣 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成事 很多时候 夫妇之间一定会有冲突 一定会有吵架 每一次的冲突 每一次的吵架 我们都是用一个讨告 来结束矛盾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力量 是很渺小 我们不能化解彼此之间的误会 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可以 我先生很好 他每一次都说 不如我们祈祷吧 我们不要拗 我们就祈祷吧 我们就用耶稣去包底 另外一个很大的秘诀 就是存款 爱情存款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爱情存款这个理论 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教的 爱情存款就是 在平时的时候 多些去欣赏对方 赚一下对方 向对方说一些感恩的说话 感恩对方 这些存款传得多传得多 其实到要衝突 要去爱情提款的时候 其实就问题很少 很快就可以化解到那个衝突 几乎每天都有 几乎每天都有 因为我们一起工作 一起做一样东西 我们每天朝对口晚见面 其实很多时候我有一些想法 或者他有一些想法 我们都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是常常有的 疾度也有的 我想疾度这几年是少一点 因为成熟了就会少一点 但是年轻的时候会多一点 可能在刚刚结婚的时候 或者是 就快结婚 即将要进入婚宴的时候 疾度这件事 都会常常发生的 比如他跟女生 聊聊聊天 出街 或者我跟男生出街 大家都会有疾度的时间 但是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疾度 其实就是一份的信任 即是一份在主里面的信任 即是我们都会跟对方说 即是我们跟异性出街 甚至乎可能 在教会上面有一些对工 一些事工要去做 我们都会跟对方说得很清楚 跟谁 什么时候 即是要去说给对方听 而且经常都要提醒自己 就是要信任对方 就算有多少的疾度都好 在主里面我们都要信任对方 所以这个妒忌疾度的火焰 在他刚刚萌牙的时候 我们就要遮瑕它 还有祈祷 即是要交托给主 将那个疾度的不开心心情交给主 但是也是很感恩 即是由未结婚到结婚19年 真的很感恩 我们都没有这些不好的情况出现 那就要追索回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没多久 其实Ivan他 即是我们两个都是打工 即是都是做珠宝公司 但Ivan他经常都有一个梦想 他很想创业 所以刚刚结婚没多久 他就跟我说 他说 阿老婆我们好不好 旗下肚 沉吻一下天父 我们可不可以创业呢 好啊 那我们祈祷吧 那我们就一起去为着这件事祷告 很快 神就分别和他 回应他的祷告和我的祷告 都是做结婚戒指 都是做和结婚有关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领寿就是神要我们去祝福夫妇 要我们去祝福家庭 而我们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最拿手的是做珠宝 所以我们就不如想 就是用结婚戒指去祝福人 于是乎很神奇地 当我们有这个领寿之后 没多久 教会有个姐妹 她是做婚纱生意的 她无端端来找我 她说 Joyce 我在尖沙咀 看到有一个办公室 很好的 有没有兴趣 我们一起分享一个办公室 你做结婚戒指 我做婚纱 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想做这件事 她说 我不知道 但我第一个想起你 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印证 于是乎 我们就第一个办公室 在尖沙咀 就开始了我们的结婚戒指的生意 我们的公司叫一泉 一泉的意思就是一个完全的家 我们很想透过 帮客人去做结婚戒指 去祝福客人建立一个完全的家 可以在主里面好好经营一段婚姻 好好爱你的另一半 靠着神去建立一个完全的家